土耳其大地震为当地居民带来了诸多苦难 槟城禁师苏轩发起慕心慕爱 凝聚大家的爱心与祝福 共同行善持援土耳其 苏轩同仁与常驻志工积极劝慕 也对澳洲游客夫妇听闻分享后 也献上一份跨国的祝福 支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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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 书宣五间重播 正言法师人间菩提 让民众一起聆听开示 也一起参与全球祈祷 正言法师开示生命的珍贵及无常的道理 不仅要珍惜自己的生命 更要充实自己的生活 很多人一起捐款的话 就可以帮助到 献出很大的力量 就是刚刚有sharing那个视频 然后视频的话 就可以让我们更加感到 我们现在的现况 就感觉我们都会 好像工作很忙碌 或者是生活很忙碌 但是我们有时候需要停下脚 关心一下身边的人 包括如果发生一些天灾 还有那些 就永远都离开这个世界上的话 就来不及了 所以我们平时就应该要珍惜 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 其实也是很震撼的 可以感受到当地的那些人 他们正在面临的这些苦难 和痛苦 所以我也是很感动 有这样的一个因缘和机会来参与 能够帮助到 出一点点小小的力量 来帮助到他们 经历了那么几年的这个疫情 可以看到人生的无常 其实有很多东西 我们应该珍惜 我们现在所拥有的 然后在我们有能力的范围之下 也尽量地去护持和帮助 一些需要的人 虽不同宗教 但爱无差别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的精神 不仅启发了民众的悲悯心 也让民众知福 惜福 再造福 他们为灾民前程祝福之外 也捐出善款 希望人为灾民 献上一份心意 我感到祝福今天 看到一个教育的良好 从佛的东西 还有关于特殊的问题 很难看到 因为我们生活在这里 很幸福 我们有所有东西 我们有饭 饭 没有灾亡 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应该感谢 在同时 我可以去特殊 或者我可以做 一些其他奖励 我可以做 是奖励一些钱 从我 从我家里 是要做好事 所以我们相信做好事 能够回到好事 我们必须感受到在生活中的事情 每一段时间我们有 我们不肯定当时我们走出 所以我们必须感谢神的事 我感觉很严重 他们已经失去家庭和亲爱的 甚至他们失去救护 所以我希望他们有个人帮助他们 他们会得到他们的救护 他们会得到他们的救护 希望他们会再次帮助他们 所以我只是愿意帮助他们 在他们的地方 就像我向他们展示爱 天地告急 灾难起 无论是天灾或是人祸 我不都在提醒着我们 要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秉持着人伤我痛 人苦我悲的同理精神 一起为这世界付出一丝温暖 献上一份爱 大爱能让世界亮起来 红绿西 陈绿阳 马来西亚冰城 采访报导 多一份善恋 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 远离灾难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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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感谢观看